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鸡北北桃首度与四肢自首 桃台新机打造备胎的绿油品牌 取韩文鞋英为神奇的地方 向韩国观光产业业者及韩国媒体 宣传北台湾的一阵式旅游魅力 与观光亮点 欢迎他们来台湾旅游 这是首度由基隆台北新北桃园 四个北台城市攜手合作 前往韩国进行观光宣导 以Next Travel for City为行销主题 用桃台新机打造北台的旅游品牌 韩文鞋英为神奇的地方 成功吸引了上百位韩国组团社业者 及媒体到场参与报道 这次由基隆市文化观光局江亭梅局长 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王秋冬局长 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杨宗明局长 及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周博英局长 率领四个城市近百位的观光旅游业者 组成最强的行销团前进韩国 并透过旅游推介会及媒体见面会 来宣传北台湾的观光行程 这次我们非常开心 我们这次基贝贝桃是首次第一次 破界破城市跨域的联合推动 我们北台湾的旅游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推广 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基隆 那这一次呢 我们基隆呢 在这次一个旅展 在这个国际旅展上面呢 我们希望推出我们的伴手礼 以及我们的一个旅游观光 那当然基隆还有一个最棒 我们会跟别人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会开始推我们的 无形文化资产全台湾 列车第一名的中原季 希望透过中原季可以带领 大家来到这边好吃好玩 以及观赏我们的祭祀活动 我们基隆有全台湾独一无二的 既是活动之外 我们还有最美的基隆雨 还有我们的和平岛 以及我们很多的伴手礼 那基隆的伴手礼最好吃的 有我们的帝王叔 还有我们的马告咖啡 还有我们的奇幼酒等等 都希望今天所有的旅客来到基隆 都可以带走一份礼物 也希望明年每一年 大家都可以来基隆带走一份平安 推广活动充满浓浓的台湾味 希望透过一个综合的力量 展现台湾敏人的文化观光特质 尤其基隆是北台最重要的国际港都 拥有丰富的海洋文化历史 还有相当多元的美食文化 非常开心 因为这一次很高兴可以代表基隆 来到韩国 告诉所有的韩国好朋友们 我们基隆是一个很棒的国际旅游海港城市 我们有海洋文化 有400年的历史文化 还有我们有充沛的所有的我们的夜市以及我们的小吃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次的推广让大家看到基隆 走入基隆感受基隆 我觉得这一次感觉是很特别的 我们可以突破跨界 然后可以让大家感受我们北台湾四个城市的一个力量 我们希望透过联合的力量能够让大家一系列从桃园到台北到新北到基隆 然后一起透过五天四夜也好四天三夜也好 可以慢慢感受我们这样台湾的一个温暖 以及台湾的一个美丽城市 这次透过基北北淘综合的力量 展现北台湾各具特色的观光亮点 也让韩国重新看见基隆的深厚海洋文化魅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新北市政府 从109年起就推动发放育儿宝贝袋 年年优化内容物 今年宣布推出4.0版制作3900份分送至新北各区的护证事务所 凡新生儿的父母办理登记时都会拿到 新北市政府社会局每年媒合民间善款制作育儿宝贝袋 并扑发给新生儿家长 今年推出第四代提升宝贝袋内容物 将第三代品项中的积木及洗澡书优化为安抚经级绘本 我想这一次育儿宝贝袋4.0 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有绘本 也让将来的家长父母一起陪伴孩子来共读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安抚经 也是我们这个熊果 因为这是我们新北爱小孩的代言人 那我们有一个熊果经 那让这个妈妈带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可以安抚孩子的情绪 那我想整个育儿宝贝袋从即日起就可以到我们的护证事务所 你去一登记出身就可以领到我们刚刚我们的育儿宝贝袋4.0 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柯庆中表示 新北市育儿宝贝袋设计适用年龄0到2岁的幼儿 打造给新生儿最贴心的祝福力 并陪伴新手爸妈入门的宝贝袋中有6项教具 强化幼儿适用的内容 并兼具游戏与检测的功能 可以增强幼儿各项能力 新北爱小孩 那今天是我们育儿宝贝袋4.0的这个开箱 那即日起我们在我们的护证事务所 如果我们的妈咪去登记小朋友的一个户籍的时候 同时可以领取 那我们新北市对于推动育儿的这个部分 不遗余力 那在今从明年开始 我们在生育奖励金的部分也会全面提高 从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 我们会把它调整为3万4万5万 那此外我们在学前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补助 育儿津贴还有托育的这个津贴呢 也都有来做补助 那希望我们新北市创造 很好的一个育儿的这个环境 新北市社会局长林美珍进一步说明 即日起到护证事务所办理新生儿出生登记 新北市将会赠送一份育儿宝贝袋 包含外带 使用手册 以及六样式兴玩具 记者也根据新北市长报导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宣布7月13号开卖的台湾好行 北头道竹子湖县的小酒公车系列套票 要带民众暑假畅游阳明山美景 及新北头温泉文化之旅 熊镇又来行销台北观光 7月13号开卖台湾好行北头竹子湖县 共7款小酒公车系列套票 每款皆含北北极好玩卡 开卡当日无限次搭乘台北捷运及北北极公车 搭配北头夏日魔法节 轻松畅游北头士林阳明山 持小酒公车套票还可以想超过30家 台湾好行北头竹子湖县沿线合作店家专属优惠 套票专案价更下杀四五折 透过大家的努力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 对游客的这个便利性更加提高 那我想台北是一个推动绿色旅游的城市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坐公车 坐火车或者是最后坐捷运 然后骑脚踏车步行的方式 来实现这个绿色旅游 能够让台北市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 永续发展部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 能够自己的成功 我想在这里再次的感谢各位 那我们这次推出的这个套票 总共有七种款式 它有这个跟笔用券或者是跟门票配合的 总共有七种样态 欢迎这个大家来选用 相信再加上新北投温泉文化列车公车加入之后 让我们的大众运输系统可以更普及更周全 那在这里要拜托我们台北所有的商圈业者 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希望我们用我们台北人的这个热情 能够让他来了之后呢 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游 因为根据统计里面 目前韩国旅客到台湾来 应该算是在韩国 在台湾的旅客里面排第三 但是在韩国出国的旅客里面 也是排前几名 他们会来这边 一而再再而三地来 基本上对于台湾的人情位 以及台湾的这个安全 他是非常的信任的 所以我们期待让好朋友们 到台北来都能够宾至如归的感觉 让我们一起努力啊 让我们的这个旅游环境能够更好 让我们能够提供来到台北的旅客啊 最佳的接待 让他们像现在一样 一而再再而三三二四四二五 一直不断的来 我觉得北投不只是我们台北的骄傲 更是台湾的骄傲 北投好山好水 好吃好喝好玩啊 那今天是我们小九 北投跟竹子湖的这个连线的记者会 那大家其实要很清楚啦 我们的新北投是我们温泉旅馆 这个住宿休息发展的重镇 所以我长期以来一直跟我们的蒋万安市长说 他正在大力的推动文化小旅行 我说北投需要的不只是小旅行 需要的是两天一夜深度的旅游 所以我们也很开心 我们在市府这个局处的支持之下 今天也促成了我们小三九的巡回 那跟大家报告 新北投设站是我们北投地区观光客 第一名的地方 那第二名在地勒谷 但是这个小三九呢 他其实贯穿了 包括我们的流氓谷在内 总共有九个文史的景点 所以我们希望接种这一台小三九的路线 可以把那么多的观光客 带到更多北投观光的地方 待会可以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啦 北投除了我们的温泉 除了竹子湖之外 未来我们的七湖的运动 游泳运动馆的兴建 会有一个专属的艺文表演的场所 希望说让我们新北投住宿的夜生活 可以更丰富 可以有电幕剧 可以再会把北投在那边来表演 那未来我们的 这个石牌的五分港溪 也是临近北投 非常适合观光的景点 然后最近刚落成的 关渡的这个货柜码头 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我们希望在我们议会所有的 议员的这个努力之下 可以让我们北投发光发热 让全世界都知道 师傅今年也推出 新北投温泉文化公车小三九 每周五六日行驶于 新北投车站到柳环谷 陪伴旅客细细品味 新北投特有的温泉文化历史 并首发限量1000张 珍藏版纪念票券 三十九元即可一日内 五线搭乘畅游周边景点 那我们台北市今年更让 更增加了新北投温泉文化公车 也就是我们的小三十九 相信小三十九加入之后 一定可以让我们到 享誉国际的北投 新北投阳明山地区来 好朋友们可以更加便利的 来玩遍每个地方 并且买我们当地的 最好的这个办手礼 那我最近刚从韩国回来 其实韩国的白天也很热 但是奇怪它在没有太阳的地方 就凉凉的 但是台湾目前在没有太阳的地方 还是很热 但是没关系 这也就是代表说 我们台湾人的热情 那相信 我们这次到韩国去 因为透过 基北北投一起的这个行销 让这个北台湾的能见度更提高 那相信这个国外的FIT或GIT的旅客 会增加 那也期待能够增加 我们商圈的这种 能够业绩能够更好 观传局也首次推出 士林北投大连线套色几张活动 游客与指定店家或旅客服务中心 收集四色印章 完成几张即可执行北投车站现场 抽奖换号力 奖品包含温泉会馆双人房住宿券 北投在地农业礼盒等多项大奖 记者问句台北不到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桃园车站路段 铁路地下化CJ12标工程 举行动土祈福典礼 全长17.9公里 将设置8座车站 预计119年底完工 并在2033年全线通车 三二一 桃园车站 预计119年底完工 那么配合这个淘铁计划 今天这个新站终于可以开工 我们很期待说未来的若干年 这个施工可以顺利 当然我们市政府有很多配合事项 刚才市长也讲了 包括我们这个捷运绿线的施工 的这个前期跟后期的配合 还有周遭我们的都市计划调整 交通路线调整 还有我们这个市容的这些更新 我们都会积极来配合这个车站的重建 打造一个新的 不只是一个车站 以车站为核心的一个 桃园最靓丽的一个市区 交通部政务次长表示 桃园铁路地下化路线 将消除20个平交道 8座路桥及8处地下道 桃园的都市面貌将更新翻转 新站也将与捷运绿线及东线共购 提供更便利的交通服务 期盼在中央与地方的共同努力下 让桃园新站如其如智万工 桃园新站这样的新的站体的一个开发 又跟这个桃园的绿线能够相互的连结 可以让民众耳后在这个车站 不管是台铁的车站 或者是捷运的车站 来互相的转成 也要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的一个目标 而且整个桃园新站的一个设计 刚才我也说明了 它其实是结合了这个现代艺术美学 而且还有相关的一个历史人文的一个新的一个车站 所以我们很期待相关的一个施工团队 能够如期如此的把这样一个车站完成 带给桃园市民一个美好的一个出行的一个体验 立法委员管美林表示 桃园的地下化预定2033年全线东车 计划推动了整整九年 但交通部透露1048亿元已经花完 地下化整体工程进度却仅有三成 估计还需要数百亿元 目前还有三标主体工程 12个土建标跟基电标也还没发包 现在我们还有这个凤鸣站 然后桃园这个桃园医院站 然后还有这个内力站 那现在这主体工程还没有发包出去 那同时我们有12个这个土建标 跟这个基电标也还没有发包出去 那我想这些都要请这个交通部这里 我们加快脚步来做 因为真的期待很久也等了很久了 那特别是刚才特别提到的 因为我们希望不要增加桃园市政府的负担 现在我们因为整个工程 1048亿的经费已经用完了 那我们希望交通部赶快跟行政院 申请我们大概需要 大概700亿到800亿左右的预算 才能够完成整个桃园铁路地下化 那这次市长非常担忧的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这笔经费 能够赶快在行政院有专案来合拨下来 桃园新站完工后可缝合铁度两侧 并带动沿线土地有效开发利用 对提升桃园地区铁路运输服务 及加速都市发展有极大注意 提到局表示 近两年因物价波动 公共建设计划都有必要调整 预计年底前会修正计划新增经费 明年下半年前将剩下三个车站发包 不会影响到全线2033年同车骑程 记者来为一团报导 高铁新建传出高雄案有可能败布复活 引起地方的讨论 立委许志杰就认为高铁建高雄可以延伸至凤山 对高雄的发展有助益 从长远来看 即便是经费高还是值得 高铁延伸线传出已定案的左营案 应有营运风险 而让进高雄车站的高雄案败布复活 身为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委员的立委 许志杰则认为 双轴新的高雄案甚至是再延伸的凤山案 对南台湾发展都有帮助 我是认为台北有三个高铁站 有三核心 那高雄现在有一个左营一个核心 如果高雄车站也能够设计好的话 就至少有双核心 甚至到凤山车站有三核心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陈局市长 跟陈其迈市长 这几年来 你包括亚洲新湾区的发展 包括未来 我希望把高雄市定位成AI首都 这样子一个格局 那南高雄又大部分的人口集中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高雄车站 应该高铁要延伸过来 但高铁进高雄车站 粗估需要1200多亿的经费 比起从新左营直接进到屏东 足足多了1.5倍 再进凤山经费又将增加 但委员认为以长远来看还是值得 做事情要有远见 你可以看到50年后 如果高铁只有一个核心 而没有双核心或三核心的话 其实南高雄会比较衰退 事实上以前毛泽国跟吴敦毅的时代 就是因为说经费不足 就考虑到经费问题 而没有这样子一个眼光 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其实短痛 长痛不如短痛 我们可以短时间也许经费上会比较 就是庸涉比较不够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尽量去筹筹 让这个目标高雄双核心或三核心可以完成 而高雄车站周边商圈 因高雄铁路地下化 施工过久而没落 是否能再承受一次漫长施工 居民意愿也得考量 期望完善的规划 为南台湾发展打下基础 记者李嘉隆 无佩山高雄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台北马拉松开始报名咯 今年的赛事主题重新定义 让大家重新定义自我的极限 台北马拉松也升格为世界田径总会金标签赛事 全城及半城马拉松将在12月15号登场 2024台北马拉松将于12月15号登场 目前开放报名参赛 去年首度引进的早餐跑也扩大举行 另外为响应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的公路赛项目 今年也新增了9公里时装运加油组 被很多跑手视为年底最重要的一场赛事 也算是期末考的台北马拉松 今天正式宣布开启台方报名 从1986年至今将近40年的时间 今天正式向大家宣布台北马拉松 获得世界田径总会金标签的认证 谢谢辛苦的幸福同仁 伙伴赞助企业协会 大家共同的努力为我们争取到的金标签 是全台湾目前最高等级的马拉松赛事 当然这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我们不管是从选手裁判工作人员到志工 每一个规划的环节 我们都尽全力的无合金标签的标准 甚至更就是希望万无一失 在今年能够争取到 当然也谢谢我们地方很多团体 包括慈悠公 陈云峰董事长 公庙大家大力的支持跟协助 让我们争取到金标签的认证 那一方面台北马拉松也是全球第一张 获得英国标准协会BSI 碳足迹查证认证的马拉松赛事 大家掌声鼓励 这也结合了我们台北市 努力施政愿景的永续共融希望 首都最重要的前面的永续 让我们的马拉松赛事 不只是金标签的认证 而且是绿色马拉松的赛事 另外一题 去年我们首都纳入了三公里 欢乐早餐棚 我们希望不分年龄 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来参与 所以去年第一次三公里欢乐好 就五千人欢 那今年我们除了维持3K 我们另外加了9K 世界壮年运动会加油 也就是为明年2025 世界壮年运动会在双北举办 做一个暖身 所以我们希望让台北马拉松这个赛事 最具特色的城市型赛道 经过台北市各个地标特色景点 我们也希望不分年龄 不分族群 不分性命大家一起来参与 这项金标签的马拉松赛事 中华民国田径协会 自从2019年 我们台北马拉松 向世界田径总会申请同标签认证以来 已经第六个年组 那么今年终于我们取得了 我们世界田径的认证的金标签认证 所以刚刚市长也讲过 是不是大家来鼓掌一下好不好 这些都是我们市政府团队 以及所有的在座的贵宾的一个成就 那么今年的马拉松 也是继承广年一样 我们继续往节能减碳 绿色永续的方向来进行 同时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赛事的组别 同时增加了很多的一个趣味的活动 那么让更多的跑者能够来多多来参与 那么我在此请代表中华民国田径协会 感谢市政府团队的多年来的努力 以及所有赞助厂商的协力 还有工作同伴 所有的共同的努力 让我们台北马拉松能够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这是我们大家的观望 我们非常欢迎喜欢路跑的朋友 大家踊跃来报名 同时我们也要特别邀请 我们台北市的市民 大家来给我们台北马拉松 当志工 或者当我们的拉拉队 大家共享盛举 其实呢 我还要再强调 我们刚刚市长讲过的 我们比赛的前一天 12月14号 我们要举办一个马拉松早餐路跑 我们希望大家福老幸幼 大大不管哪里 大大小小都来参加共享盛举 台北马拉松今年也特别找来 参与历届马拉松的退役精英选手回娘家 以及台湾马拉松记录保持人许基胜 分享赛事经验 他也宣告要参战九公里组 台北马拉松从1986年开始 中美国年轻型协会 也为了要提倡 跟提升国内的这个马拉松水属 所以邀请了世界的好手 那当时的一个马拉松的一个丈量 非常的辛苦 就当时的基睛小姐 她用那个一般物质的这个钢尺 然后这样拉 测量出来的 所以呢 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赛道 一个规划 还有我们在起跑的时候呢 是在总统府前面的广场 起点终点都在那边 很重要一个是 我们要先参加顺级典礼 完了之后再开跑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释防台北建成140周年 台北马拉松也升格为 世界田径总会金标签赛事 今年主题重新定义 邀请大家重新定义 自我的极限重出夹击 记者汪郡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巴黎奥运即将在7月26号登场咯 总统赖清德 亲自将国旗与团旗 授予中华奥会助席兼团长 总统也特别颁赠了 加菜金20万元 期盼选手们为台湾争光 团旗挥舞 祝福大家旗开得胜 开选而归 赖清德总统 现身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 亲自将国旗及代表团团旗 授予主席兼团长林鸿道 再由林团长授予代表团总领队 中华奥会副主席张焕珍 将为国争光的任务与荣耀 寄托在选手们身上 能够站上国际奥运的舞台 固然是你们追求梦想 人生的成就 但实际上大家的表现 也是为国人所关注 凝聚国家团结的力量 你们也等于将台湾 推上国际的舞台 为了让选手们能够更有力气 为台湾争光 赖青的总统也特别颁赠 20万加菜金 并赠送圆满御手给予代表团 期待能献上满满的祝福 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希望你能够威震巴黎好不好 谢谢 对于这次赛事 许多选手都做足准备 希望能够为台湾争光 台湾第一位登上 霹雳舞奥运舞台的选手孙震 也期待能够舞出好表现 希望可以展现一个载制力 也要证明说 其实在我这一辈的台湾舞者 我们是跟上时代 我们是跟在唐流 就是这种潮流的前端 这种感觉 因为其实Breaking的选手的改潮 换在一起蛮快 五年五年 可能一个舞者带了新的风格 冲击这个圈子 大家就又都不一样 所以就希望证明说 我们可以走在这个前面 而第二次挑战最高殿堂奥运的 跆拳道选手罗嘉玲 则希望这次能够健健康康出赛 奖牌颜色能够更享一阶 这次的话就是有一种熟悉感 那也是希望就是 自己可以给自己 不要太大的压力 对然后对整个奥运的赛事 其实就是会比较了解到 他的整个流程 对所以其实 让自己就是不要那么紧张就好 主要就是 第一个就是一样希望 自己可以健康的上场 那也希望就是 可以超越上次的奖牌成色 执中女神郭信淳近期也因伤势所困 但她也依旧努力享受过程 现场也谈到被鼓励的话时 忍不住哽咽而红了眼眶 有非常多人鼓励跟支持 那我想最最暖心的就是 希望你好好比赛享受比赛 然后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不要再受伤这样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 很大的一个鼓励 那我也很就是 我也希望就是用 就是呈现一个非常 非常好看的比赛 然后来回馈到家这样子 但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样子 对 许多民众都期待 这些台湾健儿们 能够为台湾争光 而更重要的 当然是健健康康的完成赛事 并且展现实力 为台湾争取最高荣耀 记得住金委舟府 新高层报导 再带你来看 从2018年 立起的高雄车站战成墙 在今年的7月 完成了拆除作业 地下中央广场正式成员 这个划分 南北高雄依旧 传说中的38路线 正式被破除 整个地下工程 预计在年底完成施工 在明年的1月 就可以全部同步启用 北中南三座地下广场 高雄车站中央地下广场的战成墙 历经多年终于完成拆除 打破了这个划分南北高雄已久 传说中的38路线 现在从手扶梯上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中央广场 过去那边阻挡四线的墙壁消失了 看到美区的工程持续推进 也可以感受得到 这座施工已久的车站 终于工期也尽到了尾声 让许多的人都相当期待 要来关心一下 我们做的那个市政 做的漂浮漂亮 差不多了啦 今年已经到年底差不多了啦 我印象中两三年前 就开始是这个样子 所以也期待之后会长怎么样吧 就是想知道他在做什么 希望他做个停车场 正央市的下阵广场 大概已经主体的工程 大概已经高冬了 现在后续在做一些装修的工程 那所以我们上礼拜 把整个上阵广场拆除完之后 我们就把上面的一些 相关的格大的一些 部位把它拆除下来 那也让民众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整个后续的 中央广场 其实已经在 附入后面的一个阶段了 战身墙打除之后 北面区域还在持续的港工中 预计在明年的1月 可以同步开放 北中南三座地下空间 民众可以直接在地下通道 进出站 或是前往达乘公车 以及使用等待已久的 车站停车场 不用再走到车站外扛的 烈日和风吹雨淋 从那边也可以过去九如路 对的比较方便 那做得很大很漂亮 比较快就可以到火车站 不用走那么圆的路 因为高雄比较热 所以盖这种地下道 当然会比较凉一点 这一标的工程是到 今年的十二月份 会整个竣工 那当然后续还会有一些 削减的一些工作 那还会跟台铁公司 还有相关捷运的一些动线 会做一些相关的一个联合检查 预计大概顺利的话 会在明年明年初 可能会在一月底的这个时间点 将来的开放是整个 北中南的象征广场 一起来来开放 供民众来使用 从2018年立即的战身墙 如今也完成了他的任务工程增退 高雄车站的重建工程 已经进入下半场通局 其他他的完工 能够带回过去的战前风采 记者双军高雄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超过300年历史的 府城下土地总路静庙 在两年前重新修盛 前一阵子举行了路火安座仪式 适逢台南400 庙方也祭出了400只招财金融 以及限量400万黄金肉灶面 免费送的活动 将满满的财气分享给信众 在台南市民政局长江灵皇 和多位议员贵宾的见证之下 为在台南市北区中一路上的 府城下土地总路静庙土地宫 欢喜入心庙 总路静在1983年 因为道路拓宽迁址 当时透过工法 把庙体抬高移动20公尺 定位后再进行整修 延续百年香火 特别的是 正殿府的正审是手持灵芝 而非常见的拐杖或如意 开机神像则是以木雕为基底 再以泥塑制成 是近代透过X光机透视后 才解开的百年之谜 在这两天前 因为这间廟已经比较久了 就有地基下线和流水 所以我们总要来经修 两天后完成 当然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台帝 大家同心协力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想这也是我们地方 很多人的信仰 共同的信仰中心 为我们的临时会馆 现在永和 今天可以开始 邀请我们各位信仰来拜拜 这次入伙安座 庙方也广邀信仲来共享盛举 而且适逢台南四百 巧遇土地公里厨 机会难得 挤出四百只招财金融 送给前来祝贺的信仲 同时隔壁的面馆 也免费送限量四百碗黄金肉燥面 因为感恩的心 我们总共八公 进来我们要给老人 但是大家不要投资 手工熬煮的肉燥 想起不比 受到不少客人的喜爱 加上庙内近二十尊符的正神加持 希望大家平安招福又招财 即讲述回来谈的报道 继基隆中原季之后 和平岛设林庙三府王爷海上游江 经由基隆市无形文化资产审议会通过 登陆为基隆民俗无形文化资产 基隆市政府在王传游江禁典这一天 举行了受证仪式 画面上是和平岛王爷海上游江 正式登陆为基隆民俗无形文化资产的受证典礼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将证书颁发给和平岛设林庙 广告馆委会让庙方相当感谢 这项和平岛地方上的传统宗教盛事 借由王爷寻江保佑游民丰收 也不失海上的好兄弟 今年更吸引三百多位民众 报名搭船跟着王爷海上游江体验传统民俗 游江路线从正边渔港出发 前往深澳渔港的碧云宫 八斗子渔港福清宫 再进入基隆内港的城隍庙 让传统祭典仪式 逐渐发展为地方上别具特色的文化庆典活动 这个是我们列为第二个无形资产的 第一个是中元祭 那基隆其实庙宇非常多 那基隆的海上文化也非常特别 王爷游江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持续着 很希望借由文官局成立 可以将更多的活动带进去 让更多的人认识基隆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这个和平岛 这个摄林庙三府王爷 那这已经是被认证成这个我们基隆市的无形文化资产 接下来就不止我们的文化观光局的资源 还会有中央文化部的相关资源进来 我想对和平岛的历史的演变来说 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和平岛 从过去四百年前的开始的演变 然后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渔民的生活 会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和平岛的相关的一些 不管是我们的特色 还是我们的庙宇 还是我们游江的文化 甚至我们渔民捕鱼的文化 我想还有我们在地原住民的文化 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无形文化来 让我们世人可以看到我们和平岛的特色 受证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基隆市政府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 基隆市议长童子伟 更多位议员 还有连江县的议长 及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代表 大家都很开心 这项和平岛的民俗盛事 终于登陆为基隆民俗无形文化资产 将吸引更多人深入来探访 和平岛的人文历史 路上是游江 有我们的婚姻的廟 就是也是 它也是王爷 就是在我们家 地厢会回去 有的就是 当然我们的主动这个感受 港口如果大我们就很好处理 港口若生我们就不必处理 然后我们还有分港来到港外 那为了安全 我们大部分都会参港来 像今年的毕云公就是在港来 我们去到那里很欢迎 王爷公众也很欢迎 因为那个港很漂亮 很看的 那大家都搭配得很好 因为我们是一个专案 那各方面都很配合我们 对 所以说像这里庙的话 是乾隆时代的庙嘛 他最远的那个 那个子孙庙 那个葫隆东龙宫嘛 那旁边还有张福宫一大堆 蓝牙很多的都分出去的 真的 我们这边分过去 对啊 都为了分廟出去的 那是日本时代的时候 那你跟那个国民政府的时候 那个 那个万木山这边也有啊 西蘭这边也有 也有张福王爷庙啊 我们这边是渡海边的 所以他要 在中国大陆是近江 在这边是近海 就是把一些海的 不干净的东西出去 所以他出奇了之后 他会丢那个嘛 丢金鱼啊 好好好 那个信仰 那大家同理的合作 那在海上来完成一步一步的 一个祭祀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的一个感动的 那所以在前几年啊 蔡理达也特别提到说 希望把这个海上游浆的这个祭祀活动 把它努力来争取 看看能不能列为 基隆市的一个五行文化资产 那通过这几年的一个努力之下 终于可以获得基隆市的一个 文资审议委员的一个认同 那我想接下来 这个文化祭典活动 将会是除了基隆中原祭以外哦 祭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资产 那也希望说各位市民 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在农历的一个六月份 也可以随时来关注 三府王爷的相关的一个活动 我相信大家如果一起来体验 可以看到基隆市 不一样的海洋文化的一个 另外一个面向 其实我们和平岛呢 有四百年的文化历史 在我们大航海时代 就非常的活跃 那我们三府王爷 也守护我们和平岛 这间庙就社林庙 大概守护了将近 快要两百五十年左右 这样的一个海上游浆文化 其实对我们中正区的 渔民守护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 那近年的这个海上游 将参与的观光人潮也越来越多 也期待认定为 无形文化资产之后呢 能够像东港的王传记一样 能够盛大举办 今天我们获得 无形文化资产的资格 中央的资源会移注进来 但更重要的是 接下来的文化观光局 需要将这样子的传统文化 让它变得更年轻 更轻易 也让更年轻的家庭可以认识说 为什么以前会有和平岛的王爷 来到这边 以及王爷怎么守护我们江心 今天是基隆市非常重要的日子 也希望未来基隆市的文化观光局 都能够以让我们的本土文化 更年轻 更亲近 然后带动城市的发展 我们大概报到一百名 就会把他那个网路关起来 然后有人就会打电话来 老朋友的 家大概都今年跟去年 都是一百二十位左右 对 那游客为什么会这么喜欢 来参加这个游家 当然这就是个信仰问题 跟我们走这样的八头罵 其实好远不好走 可是大家走得很欢喜心 对 和平岛社里庙表示 包括油浆和绕镜等一系列活动 都固定在农历6月15 三府王爷圣诞期间举行 未来除了致力保存这项传统文化 也将推动让更多年轻世代 来参与互动 共同来体验这个在地文化庆典的魅力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全国国小季幼儿拉拉队锦标赛 首都到基隆举办 市长谢国良参加开幕活动 欢迎亲子朋友到基隆 也亲自颁奖给优胜的队伍 肢体动作充满动感和活力的全国国小季幼儿拉拉队锦标赛 首度在基隆市立体育馆举行 包括市长谢国良 体育会理事长郑景周 中华民国台湾竞技拉拉队理事长张玉泉 教育部体育署主秘吕中仁 跟基隆市拉拉队委员会主委郑凯林议员 市议员何淑平 跟立委林佩祥秘书黄生栋等贵宾 都到场参加开幕活动 一起为这些拉拉宝贝们加油 小爱爸爸最喜欢看到小小朋友了 所以今天看到我们的拉拉队锦标赛 看到这么多国小还有幼儿园的小小选手 真的非常开心 也感谢我们这个张玉泉理事长 跟我们体育署的吕主秘 大家都积极的参与这个活动 也感谢我们体育会大家长 郑景周理事长跟郑凯林议员 我们都一起能够把这个活动办好 那基隆其实是一个越来越友善亲子 爸妈也放心的一个城市 我们现在的市内儿童乐园 我们的道路友善 都是一个好的家庭生活必须的一个城市环境 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 打造一个更有爱的一个城市环境 基隆是第一次办这个全国越友喽喽队 非常有意思 而且有五百个小朋友来 有一千多个大人关节 而且我们小爱爸爸市长 在基隆也是手上全国的很多 气候的楼上来做越友运动的地方 非常好非常好 而且我们把这个运动带来不只小孩子亲子活动 希望市长做退统 我们体育院已经大力支持 让这个活动花光花热 运动人口增加 那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第二届的比赛呢 就有六十六所单位学校 一百五十七队选手报名参加 那我相信在各位的加油鼓励 跟支持之下呢 我们明年参赛队伍一定会破一百 那参赛的小朋友对数会破两百 你们说对不对 那特别是我们在基隆市 这么有人情味的地方 我们亚洲最爱的城市的一个领导 跟支持之下呢 我们一定会有蓬勃的发展 下一届世界运动会就也会即将纳入我们竞技啦啦的一个竞赛项目 那跟各位报告 我们的国际综合性比赛 除了奥运之外 亚运之外 我们非奥亚运最高的这个竞技的综合竞赛会 就是世界运动会 我们期许我们的选手 能够未来进到这个世界运动会 来为台湾花光花热 我们基隆市啦啦队委员会 一直是在往下扎根 我们由幼儿园 国小 然后慢慢的国中 甚至到大专院校 我们已经在开辟我们的啦啦队的一个队伍了 而且我们即将挤进我们世界杯的一个锦标赛的一个活动 所以期望我们啦啦队越来越棒 往下扎根 幼儿 国小 国中 高中 未来 那刚刚听到旅主秘讲的 让世界看见台湾 由我们啦啦宝贝 发光发乐 在这里呢 也祝福我们今天大会圆满成功 这场锦标赛有竞技啦啦队和舞蹈啦啦队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奖给获胜的啦啦队伍 鼓励所有参赛的小朋友 而这些来自全国的啦啦宝贝 透过每次的比赛增加经验之外 也达到运动健身的最佳目的 也让基隆这座城市充满了青春活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为了要吸引更多人关注反诈议题 台南市警察局第二分局 特别于由血乳战神后称的网友 郭鬼鬼合作拍片 一起向民众宣传反诈骗 网红郭鬼鬼坐在警局的电脑前 旁边还有一位帅气刑警 边问话边打字 但这可不是在做什么形式笔录 而是在讨论反诈骗宣导影片的脚本 他是被骗到我 打电话给他 身心不疑 对 还是相信他 因为他们还有通关 那他身心不疑是谁报案 因为他的账户有别人 拥有火辣身材 机智反应的郭鬼鬼 人气不限于网路上而已 在许多知名综艺节目中 也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台南市警方看到鬼鬼的荧幕人气 特别邀请他来协助拍摄 反诈骗的影片 增加民众反诈知识 我跟你讲他简直是苦海门灯 而且他老师刚刚跟我说 他有内线消息可以帮我申购 现在只要汇款十万就能加入 我刚刚也加入 他就封锁我 老师那么好干嘛封锁你 他就问我说我在哪边上班的 然后我就传了一张我在警局工作照片给他看 叫他来跟我喝茶聊天 结果他立马封锁我 其实之前有跟台中市刑警大队有联合做反诈骗影片 然后其实一直对反诈骗这一块特别的关注 所以这一次二分局找我的时候也就亦不容辞了 其实这一次跟二分局合作是因为又有新的诈骗手法出来了 那每一种新的诈骗手法我都希望可以拍成影片 然后跟我的粉丝讲啊 只要有看到这支影片的 知道这种诈骗手法就不会再被这种手法诈骗了 所以只要每次有出现新的诈骗手法都可以找郭鬼鬼来拍影片 告诉其他人 找网红来宣导是因为藉由鬼鬼的网红人气 所以想说应用鬼鬼的人气来增加 大家那个防诈的知识的识别度 所以特别邀请鬼鬼来替我们二分局这边做一个防诈骗的宣导 郭鬼鬼说诈骗事件在生活周遭时有耳闻 特别提醒大众加强对陌生连结 名人投资推荐等各种可能的诈骗手法 时时提高警觉避免上当受骗 周边的朋友啊或者是粉丝常常有跟我说 诶有被就是小额诈骗 然后我觉得其实 嗯 我们离诈骗还蛮近的 因为像是最近有非常多的连结点选啊 或者是诶骗账号啊 骗密码 那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诈骗两个字好像 都是那种好几千万好几百万 然后离我很远 没有其实大家就是离诈骗很近 台南市警二分局也提醒民众 接到疑似诈骗电话不要紧张 先保持冷静 记住一听二挂三查证的防诈步骤 如果民众接货 如果是陌生来电的话 那建议的话就是掌握三个步骤 那就是一听二挂三查证 那什么意思呢 一听就是先听一下诈骗集团 他要讲什么样的内容 那二挂就是先把电话挂掉 不要让诈骗集团影响你的情绪 三查证就是拨打我们反诈骗 一六五专线 去确认说上面诈骗集团所说的是否是属实 对那我们经过这三个步骤的话 就会大大降低被骗的几率 台南市警二分局找到了郭鬼鬼合作拍片 希望透过网红的高人气 加强民众对于反诈的关注 你搞懂了没 带你搞懂网路诈骗室 记者张硕为台南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未经许的资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